今天呢咱来一个超级简单 而且又是超级下饭的八宝辣酱 咱们这八宝辣酱 我跟你说食材选用的是非常丰富 您往这看 青豆 香菇 木耳 瘦猪肉 虾仁 鸭针 鸡胸肉 所有的这食材都给它切成颗粒状 将我们预备好的这些荤料分别上浇 将食材补充一些水分 加入适量的盐 抓上劲之后加入干淀粉 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好了 起锅烧火 油温咱们把它烧到四成热 将上香好的食材挖油处理 猪肉先下锅划散之后 依次放入鸡肉 鸭针以及虾折 锅中留底油 首先下入香菇丁 将香菇丁煸炒出香味 加入西红柿丁 这西红柿它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调色效果 姜末 蒜末 增香 胡萝卜 皮线豆瓣 黄豆酱 皮线豆瓣黄豆酱1比1的比例 这样可以增加复合的酱香味道 放入划好的主料 烫入料酒 加入酱油 再放上十几粒的豆纸 增加它的齿香味道 加入玉米粒 小米椒 以及鲜椒 调入一小勺的蚝油 白糖 加入木耳 豌豆 油酥化生 关火起锅 一花一个茶 一花一个茶